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继续回到国学堂 仍然是和后浦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 来聊到他的青春期发育的问题 我上十二岁 我考的是我们的山西大通二中 离我们家很远 为什么呢 因为那有个好的老师 这老师叫冯耕生 是我的班主任 焦宇文的 他带了我六年 可我这个班主任干嘛 年轻时候 跑马拉松的 所以我从初一进了那个 我们叫七十四班 整天就跑 开始不愿意跑 除王好西洋 工程多饿死 但是在那个阶段上 跑是对的 你气在下 你到了七八十岁还让你跑 我看七八十岁老头还锻炼呢 我说那叫违背自然 所以在冯老师大脸下 我除了步行半个小时上学以外 到那出早超就跑 就跑七八圈 七八圈的 一千五 你跑过一千五 天天一千五 我的班主任是跑马拉松的 幸好我的班主任 也是做厨师的 结果就把那个孩童 那个就天性发挥出来 而且小孩子特点是什么 白天欢棒乱跳 一到晚上八九点 一打尼二人睡了 对 是吧 人家是符合自然天性 白天阳气旺盛 晚上休息 我们现在都是晚上出去跑步 很多老子本来年轻没跑过 就是为了跟儿子 生生被儿子累倒的 齐气在下 顾号走 20岁 血气使胜 肌肉方长 顾号趋 到了20岁 或者是从20岁开始到30岁这个阶段 人的血和气都达到了将近 就是快成满了 我们叫肾 成满了 这时候肌肉开始发达 开始涨 这时候它就从那种急跑的那个阶段 发展成了一种叫持久有力量的这个阶段 肌肉开始变得丰满 这个趋什么意思 这是往前斜着吗 我查了一下 就说完解字上 有个注解上 他说 就是快 快速的走步 叫趋 就是快速的奔跑 叫走 就是说趋是在行和走之间的这么一个状态 过度状态 就快步走 一步一趋 所以古人活得真是优雅 就是他们对生活的观察 就连跑步快一点慢一点 他都有不同的文字来做这种界定 对 而且古人把那个 你见过那个鹅没有 我小时候 你见过 广东人想到鹅都是想到烧鹅 我小时候不怕狗 我怕鹅 为什么呢 我们邻居家养条鹅 那个鹅 看家护院本领特别强 就人一进来以后 他架起翅膀 伸长脖子来啄你 那啄子也很疼的 那个动作 古人称之为蛆 就是那种快步走来 包括蛇 就蓄积力量来咬你的时候 那个也叫蛆 它有一种就稍微有点爆发力的 有点向前扑 有点向前扑那个角度 其实这个也从走 比这个蛆要快的角度来讲 到了20岁呢 已经是这个气啊 稍微下来一点 稍微下来一点 而且呢 从里面到外面了 有没有 你看 他之前讲的都是在里面的 现在这个气相当于 从最里面的部分 为什么这样呢 就是说他那会儿已经不是气在下了 他那些气去长肌肉去了 往里面去充盈去了 他不会向外面撒得更多 所以这叫顾号蛆 就是说这个年龄练肌肉比较好一点 这个年龄练肌肉 这个年龄练劲走 练劲走 顾号蛆 30岁 武脏大顶 肌肉坚固 血脉胜满 顾号不 30多岁的人了 表现出来是什么呢 女子到了28岁 达到了生理高峰 这在我们上古天真论的时候讲了 肌肉满壮 横着横着了 男子到了32岁呢 也达到了生理的高峰 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30岁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 不从性生理 性心理发展角度 从正常生理 男女不分的角度来看 他说这是人的高峰 五脏大定 定了 这个大定是大概定了呢 不是 完全定了 所以婚姻来说 一般来说应该男的比女的 大两三岁还是好的 是吧 这影响这个因素很多 不可一概而定 但是我们认为是21岁以后出嫁 24岁以后男人 24岁以后娶妻 这样好一点 这个五脏定了 就是说你长多少斤 这时候已经不可改变了 这时候呢 肌肉变得什么 坚固 有力量 血脉胜满 这时候呢 气血是最旺盛的时候 这时候你什么 打麻将熬夜 加班加点 没事 但是过了这以后 有事 突然你有一天 你发现你打麻将 突然熬不住了 你就要看看自己的这个岁月 是吧 当然了 在日常生活当中 也是跟国血紧密相连的 稍时休息 继续回来到国血汤 保护色 是生物进化出的能力 碳露者智能防晒 光照变色 专业防晒 这是我的保护色 叛律者